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赵亚明 记得给大家播讲 红米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梁汉明和99军 抗战胜利之后呢 国军进行了整编 那么99军所辖的197师就被裁撤 然后呢 又将第九战区的第60师 归属于99军 紧接着呢 99军就被改编为整编69师 梁汉明改任师长 下辖的60师 被改编为整编60旅 黄宝德任旅长 92师改编为整编92旅 爱元任旅长 99师被改编为整编99旅 朱日席任旅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讲解放战争历史的时候 经常强调 国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 在装备上占有优势 似乎国军是原封不动的 从抗日战场上 就直接进入到内战战场 那么这种认识呢 是非常主观和片面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 无论是对国军 还是八路军新四军 无论是对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还是对于全体中国国民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篇章的结束 而在此之后 大家都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 从军队的角度来说 国共双方的军队都要进行整编 都要去适应新的军事需要 那么在整编的过程中 军队的指挥架构 人员编程 装备配数 都会发生变化 而变化越大 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努力来适应 如果我们留意 国共内战刚开打的时候 各路部队的表现情况 我们就会发现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如果那支部队变动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在最刚开始的表现 总是差强人意的 军队如此 将领更是如此 从抗日战场走上内战战场 对手发生了变化 作战目的 作战方式 这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双方将领 都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内战之初 双方是各有胜负的 关键是 谁能够在胜负之中 更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更快的调整自己 适应新的作战 谁能更快的做到这一点 谁就会取得优势 梁汉明率领的整编69师 在内战爆发之初 隶属于徐州隋定公署 薛悦的麾下 尽管薛悦当年在围剿红军的时候 显有败计 那么在抗战场上 更是创造了几次长沙会战的 累累战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薛悦 在内战战场上 一上来就可以视如破竹 随锅拉朽 他也需要重新认识和适应自己的对手 1946年初 薛悦担任徐州隋定公署主任 他负责对华中 山东两大解放区 进行全民进攻 那么他的对手呢 就是素玉和陈毅 薛悦刚一上场 他就显示出 他作为一个名将 在军事上的杰出才能 尽管双方都是初次交手 在具体的作战中有刀有失 但从整个战略局面来看 薛悦在最初的交手中 是占了上风的 苏中方面 薛悦的对手呢 是素玉率领的华中野人军 那么素玉所部 是明显的劣势 只有四万人 而且呢 素玉的部队就在苏中和淮南 本来就处于国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因此薛悦一上来 就是开始围攻 而且薛悦仗着自己在兵力上 占有绝对的优势 他兵分北路中路南路 三路展开进攻 并且采取了民工树养 失去怀因的战略安排 这就使得素玉和陈毅 没有办法搞清楚 国军的真实意图 山东野人军 虽然看到国军在进攻两怀方向 但是呢 陈毅和参谋长宋诗伦 仍然担心 一旦山东野人军援助两怀 那么薛悦实际的进攻方向 却是山东树养 这就造成本来在人数上 就处于劣势的山东野人军和黄龙野人军 迟迟不能合并一处 这就给了薛悦可乘之机 最终造成了新四军两怀失守 所以说薛悦在战略上 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是在具体战役战术指挥上 薛悦却吃了不少苦头 在红军时期 薛悦指挥的部队 基本上是在军师这一级的层次上 所以他直接给团一级的部队 下作战任务 这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在抗认战场上 薛悦虽然成为了战区司令长官 但是他的对手日军呢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严格执行之前的战役安排 一线部队的自主性和变通性比较差 这样一来呢 薛悦在抗认战场上 直接指挥失一级或者履一级的部队 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为双方都是按照 司令长官部的作战部署 来进行作战 前线战况的突发性和偶然性的因素 并不止很多 但是当薛悦和苏悦进行交手的时候 薛悦完全不适应 素育的作战风格 素育的军事指挥风格 临阵多变 这里给薛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薛悦总是喜欢指挥到履一级 失一级 而坐镇后方指挥部的薛悦 对于前方战况的变化 并不能及时的做出反应 而习惯于他指挥风格的属下 又很难做到自主的临场发挥 这是让具体的战斗中 素育往往具有优势 这是为什么素育创造了苏中七战七截的战绩 因为后来薛悦早早的就离开了内战的第一线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薛悦继续和解放军交手 他会不会改变和提高自己的指挥风格 不过我们之前在讲到薛悦指挥海南岛作战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薛悦的指挥风格并没有发生变化 他仍然愿意直接指挥到失一级和履一级的作战部队 这在和解放军部队进行作战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吃亏的 我们再回到梁汉明所率领的整编六十九师 那么在对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进行进攻的过程中 整编六十九师就被薛悦给拆分了 梁汉明率领着九十二旅和六十旅 被派去近战徐州东南 安徽城北部的双沟级 长江级 鱼沟级地区 而九十九旅呢 则被调到了黄桥一带 结果呢 整编六十九师 连吃两次败仗 九十二旅和九十九旅 基本上被全歼 这也意味着曾经在抗日战场上 履历战功的九十九军 从此没落了 那么这两次作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作战 这就是朝阳级战役 1946年 随着国共之间形势的逐渐恶化 陈毅率领的山东野人军 就对内战的全面爆发做了准备 那么陈毅就命令 韦国卿任司令员和政委的二纵 部署在台中地区 从1946年5月初 二纵就奉命紧急备战 那么随着薛悦 向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发起进攻 那么陈毅就决定派二纵 南下协防华中解放区 当然薛悦派出进攻华中解放区的部队 有八个整面师 三十个旅 约二十五万人的兵力 分为淮北苏中和淮南三个方向 淮北呢 是由薛悦亲自指挥的第七军 整编四十八二十八六十九五十七 四个整面师 一共是十二个旅 约九万人 从金浦路 徐州蹦步段东返 以一部分兵力沿着龙海路进攻 企图切断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联系 主力呢 则直指华中解放区的首府淮音 苏中方向呢 是由第一绥靖区司令李某安 指挥整编二十五八十三四十九六十五二十一 五个整面师 一共十五个旅 约十二万人 由着南通扬州县北范 直指严城和淮音 淮南方向则是以国军第五军主力 以及整编七十四师的五十八旅 一共是三个旅约三万人 由六河莱安县出动 进攻华中解放区 从南面威胁淮音 尽管中央军委希望山东野战军能够南下 帮助华中解放区 但是经过和山东野战军司令部 进行详细的敌听分析之后 军委同意陈毅暂时留下了部署山东的作战 那么二纵首先南下 抢待国军出动之前 进入到淮北地区待机 陈毅特别向韦国卿强调 在国军兵力和装备上战优势的情况下 作战领导应该在战役指导上认真贯彻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要在运动中寻找国军的弱点 捕捉战机 然后便略视为优势 在作战中集中使用兵力 一口一口的吃掉国军 韦国卿截到命令之后 立刻赶回部队进行动员和部署 7月2日山崖二纵就由山东 义县和台湾庄地区秘密出动 南下向华龙地区开进 按照部署二纵进入华龙之后 应在淮北地区之湖籍 朝阳籍 高家楼等地隐蔽集结 五日浮晓 二纵部队经过200多里的行军 尚未抵达预定的集结区域 就已经得知国军徐州绥靖公署 已经命令部队轻装准备出动 北国卿为了进一步的摸清敌情 也为了防止过早的暴露解放军的行动 所以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经过请示山野总部 奉命改变了部署 隐蔽集结于长安级北部地区 待机出击 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对于华中地区迎击 国军的战略方针又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华中野燃军和山东野燃军 在国军进攻之前 先在内线打几仗 给予国军有力的打击 使解放军在政治上处于有力地位 并且介意看出国军的弱点 取得作战经验 然后再以山东野燃军和华中野燃军的主力 分别向金浦县的徐州蹦步段 和蹦步扑口段出击 配合金济鲁野燃军在龙海县的行动 大量歼灭国军 那么二纵指挥部 就遵照山野首长的指示 开会研究 如何贯彻军委的方针 当时二纵的几位领导人都认为 现在内线打击国军 这是中央军委根据形势 做出的正确抉择 也是解放军进入华中初期 必须遵循的作战方针 二纵本来就是来自于华中解放区 都是江淮子弟兵 他们熟悉华中的情况 所以内线作战的条件非常有利 那么二纵的指挥员们对于如何打好第一仗 进行了深入研究 因为是第一次作战 关系重大 对于部队的士气和今后的作战行动 都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从思想上和物资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时要尽快的提高部队的战术和技术水平 使之和国军正规部队作战相适应 在认识统一之后 作战很快就抓紧集结待机的时间 对部队进行了教育 一是贯彻中央军委和山野首长的指示 提高各级指挥员 对于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 打击国军的认识 把上级的意图变成部队的自决行动 第二个是进行了刑事教育和政治动员 号召杀敌立功 树立敢于和国军正规部队打仗 打破国军大规模进攻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开展临战训练 重点演练了火力爆破和突击相结合 以及打坦克和轻重机枪集中对空射击的动作 那么就在二纵积极备战的时候 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 渠州迸部的国军于7月12日陆续出动 分三路向淮北地区进攻 北路是国军二八十三个旅和一个工兵团 从徐州出发 沿着龙海县向西安镇方向进攻 中路就是梁汉明率领的 整边六十九师的九十二和六十两个旅 还有就是玉三旅 分别由加沟曹村 以及沿着海正公路出动 向随宁宿前方向进攻 南路是国军第七军的主力 从故镇明光出发 曾向灵壁古河四线方向进攻 在国军进犯的过程中 山野曾经计划在龙海路上 歼灭国军二十八十一步 或者在双沟地区歼灭国军玉三旅 但都因为情况多变 没有能够实现 那么二纵在紧张的政治动员 和临战训练中度过了两周 这个时候机会终于来了 7月25日 北路的国军进战龙海线上 运河车站以及以东地区 南路的国军进战五河灵壁之后 继续向四线进反 而中路的国军六十九师九十二旅 进到渝沟地区 六十旅进至长安级地区 玉三旅进至双宫地区 这样国军在运动中 战线拉的就有些长 长安级 渝沟和灵壁四线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空隙 陈毅抓住战役有力战机 命令二纵 并指挥七师二十旅 以及华中演战军九纵四个团 一共13个团的兵力 争取歼灭长安级地区的国军 来打开缺口 从国军的腰侧向北扩大战果 长安级位于徐州东南四十多公里处 四周都是山 一守南宫 原来由国军六十旅占领 由于中路的国军发现解放军主力南下 为了防止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他们于26日进行收缩号 玉三旅由双沟防村地区北夷 占领了妙山须 寿山须地区 那么他们原来的防守呢 则是由六十旅接替 而六十旅在长安级地区的防守 则由九十二旅率领所辖的两个团接替 那么部署上呢 国军在长安级以及东北诸山地为274团 长安级西南枕斗山附近阵地为276团 旅部和直属队驻扎在长安级及西北的大兆庄 长安级南面的鱼沟则是由276团二营扼手 国军在解放军发起攻击的前夕就已经调整完部署 虽然山眼二纵指挥部并没有掌握国军在部署上这个调整 但实际上在整体局面上 山眼二纵已经占有了尖敌的有利条件 二纵指挥部在接受任务之后 根据掌握的情况 对敌情地形和战法做了谨慎的研究 当时分析是南路国军的兵力不多 距离也比较远 北援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长安级国军仅靠69师主力 再后跟进侧应整编69师的整编57师 也可能随时增援 因此呢将长安级的国军 从国军整个部署中割裂出来加以歼灭 取得战役胜利 关键就是要打退国军的增援 二纵决心切断国军主力和长安级地区的联系 采取四面包围速战速决的战法 拒歼长安级的国军 各部队根据纵队指挥部的指示 在7月26日17时之后 分别向攻击地域秘密开进 四旅在27日凌晨20 进入到初级阵地 然后就向国军发起了攻击 十团和十二团并肩沿着长安级北部的山地 向国军发起进攻 十一团呢 向长安级东南的阳山金渠进攻 国军自出动以来 向华龙解放区的淮北地区步步进逼 进展十分顺利 就突然之间遭到解放军的攻击 就显得张皇失措 仓促应战 难以抵挡解放军凌厉的攻势 扶晓之前 二纵十团就攻占了小楼子 张山口邹山口一带 十一团攻占了阳山金渠 十二团攻占了培吉 邹山口黄山 各团分别歼灭了国军一步 剩下的国军利用夜色逃回了长安级 天上之后 国军立刻就对解放军 逼近长安级东北面的黄山阵地 进行了反扑 先是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 到了27日八十许 集中火炮进行了猛烈轰击 国军的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 向解放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 美国卿在接到报告之后 考虑到黄山阵地一臂条件差 刚刚从国军的手中夺过来 尚没有来得及修辱攻势 为了减少伤亡 命令部队暂时撤出阵地 黄山阵地这才被国军再次占领 而其余攻下的阵地 牢牢地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中 二栋九旅出动之后 在26日21时 近抵梁庄催向一带 根据侦察获系 由朝阳级北夷双沟地区的 国军六十旅已经先解放军一部 占领了阳桥 赵楼上桥等地 为了贯彻预定计划 九旅部署攻击 以25团控制催向前庙子地区 待机打击长级突围 和从双沟赵楼出源的国军 以26团攻击阳桥 27团攻击上桥 26团在27日凌晨20半发起战斗 激战到上午10时 占领阳桥 守军国军一个连 大部分被奸 27团攻上桥的战斗 在浮小时分发起 突破国军阵地之后 将国军压缩于装西北角 但这个时候呢 受到了张家村和小许家 两侧国军的夹击 不利于解放军继续发展 所以决定要撤出战斗 但是因为该团的一线指战员 估计可以迅速歼敌 所以并没有及时的执行撤退的命令 结果造成国军连续对解放军进行反冲锋 加上这个时候 解放军部队对于大规模作战还并不熟悉 队形过于密集 结果导致伤亡200多人 被迫退出战斗 27日 二宗各部队经过白天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侦查 并且做了充分准备之后 在当晚9时继续发地攻击 四旅十团十二团密切协同作战 十二团首先攻占庙山 然后配合十团攻占黄山 诸头山 至此呢 朝阳级东北地区诸山头 除了凤凰山之外 军备二纵攻克 28日30 十二团向朝阳级北侧的主阵地凤凰山发地攻击 第一次攻击没有能够奏效 四旅决定以十团一步和十二团再次合攻凤凰山 凤凰山上的国军守军依托着有力地形 在炮炮的支援下进行盲抗 拼命地向解放军反击 二统的攻击部队密切协同 火力爆破 突击 紧密结合 接连打退了国军的反冲锋 突入到国军阵地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 在凌晨四时 全部占领了凤凰山 在四旅攻击凤凰山的同时 九旅25 二十六两个团 也自长吉伊北地区 发起进攻 国军文风逃窜 二十五团就占领了五楼子 陆村 二十六团占领了唐庄 也逼近了长安吉 位于长安吉以南的 九纵七十三 七十五 七十七三个团 奉命于二十六日展开 进入战斗之后 二十七日夜 进至鱼沟以东山区搜索 二十八日浮晓 七十七团和国军发生接触 将国军包围于侯虎 接着用炸药 将其固守的瓦房炸倒 国军一百多人全部压死 七十三团插到 渝沟的东北 切断了长安吉 和渝沟的联系 至此呢 二宗率领的部队 扫清了长安吉 外围的国军 完成了对长安吉的包围 那么之后的战况发展 又是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